又忙忙碌碌又一天 今天我们几个直播 又六七个小时 太累了 看我们吃点饭吧 这边有温暖潮湿鱼 还有大排鱼 行你们俩看鱼也行 鸡也行 太累了 太累了 真的多太热了 看我们吃饭就是在院子 在这种 这就是新疆特色 对来我给你看看 挺便宜的 便宜啥 老板总的咱们说 便宜点 其实老板一走之后 这个价格不便宜 看家常豆腐32年 然后我们今天点了一个 文员特色鱼 他们说这个鱼 三斤左右 我们差不多了 架子肉 大排鸡基本都这个价格 一百 一百多个钱 红烧牛肉大排鸡 118 168 看这小院 今天真的还挺凉快的 今天是43度 今天主要太阳没凉出来 对 明天还阴天 明天应该还挺好的 阴天好 我喜欢 这就是吐鲁饭啊 先生们看看 哎呀都从小院里吃 看 哎呦 要的热了 你那啥那个 你看着给我发信息了吧 舒服 舒服 看看 是否热烫头了 44度热烫头 就这块有树 通路板就这块有点树 盛业前的葡萄园 来 跟我们的菜 加肠豆腐 哎呀这份儿大 难怪哈 份儿够用了 算了 份儿还是够用的 没有 我上来你干了 米饭有点少吗 哈哈 米饭得干三文 米饭管购吗 老板 管购吗 姐姐 米饭管购吗 这多鱼 其实吧 买了 谢谢啊 谢谢 辛苦好 不是这么 辛苦好 太好吃 然后这个 加肠豆腐 三 刷二 也不便宜 那行吧 那份儿量还是 还是差不多 吃热饭还能听到音乐 小鱼 来到头鲁饭就这几天 今天是最舒服的 为什么说舒服呢 然后他晚上最低气温也32度 但是今天阴田 然后我们从这块住吧 然后他就是每个餐馆吧 都叫农家乐 那这饭这么起不明吗 但是他们正常都这样 看看这晚上 今天最舒服 今天是43度 43度 看看 小鱼 在院子里吃饭 在床上 真的 如果要每天都这样 那就太舒服了 他们也有点适应了 来这几天也适应了 最主要还是早晨 太热了 467度 然后 为了梦想 努力吧 加油 我 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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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音乐一想起 所有人都错误 这就是大美新疆 无忧无虑的新疆